那個因為太多力友了 就請大家記得我叫做王莉 然後因為感覺好像有一點 有一點怎麼講就是 有點那個有點悶這樣 所以我想說我第一次站在 叫我點的10分鐘舞台上面 然後我可不可以誠摯的邀請大家給我一點掌聲 好謝謝大家 那大家已經知道我叫王莉了 然後叫我立友那也可以啦 那其實我是從臺北下來的 我剛剛有講過 那我這次主要下來的目的 是因為我妹妹在這邊 她去年剛畢業 她是讀男實踐的學生 然後她畢業之後就選擇留在這邊工作 因為她可能喜歡這邊的幕僚 就跟我也很喜歡這邊一樣 我今天看到愛河被封起來 我就有點受不了 對 然後因為她現在已經在那邊工作 然後她畢業之後她有自己去學一些咖啡 做咖啡的東西 然後她之前也去學了一些做指甲骰匯的東西 那主要她是因為在家裡面 就出一個工錢來 然後做想要做美甲工作室 然後跟一些朋友去做一些交流 那我自己的部分呢 我簡單再介紹一下 就是我剛剛有提到過 我是化工背景的 我們之前做的公司 就是白潤化工這間公司 那主要是做一些工業用化學材料 潤滑油相關產品的一些公司 然後在去年 可能快接近第四季的時候 我們就把這間公司 把它賣給我們的上油 跟我們之前幫我們代工生產的廠商 那我現在自己跟也是幾個朋友在一間 Tribresso旅遊卡 這間公司是做網路旅遊平台的 那主要我們就是想要做一些 旅遊相關資訊的數據分析 然後主要是團體旅遊 所以我們想要從團體旅遊這邊 回收到一些 大家出去團體旅遊碰到的問題 然後大家所在乎的一些旅遊項目 所以像剛剛如果有很多朋友對旅遊有興趣 希望你們也可以給我一些旅遊上面 你們出去玩的時候在乎的一些細節 OK 然後這是我 就是我個人的那個Facebook的QR Code 如果你們有想要的可以掃一下 對 然後 對但是 沒關係還是回去用家的這樣會比較好 因為月亮那邊會有其他的資源 好 那在接下來就是介紹一下這張圖 就跟我的大頭照一樣 這是我們在我去年的時候去柬埔 在做呼吸之中的一個 我們去幫他們蓋廁所 然後的內戶人家 那 這是2013年7月多的時候去的柬埔寨 那在這趟旅程中學到了很多 跟分享 跟就是說 了解在地文化 然後我們怎麼樣物資上面的一些運用 怎麼樣能夠不浪費 或是回饋到我們自己身上去看看我們自己 有什麼 然後我們可以奉獻一些什麼東西 那再來這就是 1月的時候的台北焦點 其實我個人認為台北焦點的活動空間就是 這邊其實是好很多 所以大家 就是多來參加就對了 而且可以好好珍惜 這邊的環境真的很棒 台北當然是還蠻OK的啦 但是 就覺得還蠻OK的 哈哈哈哈 對 然後 呃 我剛剛講嘛 就是因為從那邊 學到一些很多分享上面的事情 然後就 把自己喜歡去跟人家交流的這個部分給體現出來 然後碰到了焦點 那我覺得它就是一個我 呃 這一年多以來的 就是說一種延伸 我自己對於 呃 我想要去付出 想要去奉獻 想要去跟人家交流的一種 一種延伸 那在接下來就是 像我今天站在這邊 是我們做的第一次的分享 居然沒有給台北 我居然給了高雄 但我很高興 對 所以 呃 在接下來呢 要進入到 是我個人今天來這邊的一個主題 我剛剛有提過 就是因為我要幫我們妹妹去做這個 presentation 她今天本來要站在這邊的 可是 呃 因為她今天要上班 然後 她已經大一國 她二月就大一國 她要過來 到三月 到現在四月 她就是沒辦法排 排到正常的班 對 然後 她有答應我 她下個月會再過來 所以 原諒再麻煩你到時候關照一下 對對對 然後 然後 主要現在要做什麼事情呢 就是 因為我最近 剛好我在旅遊 我們這個網路平台 我在幫旅遊平台 這邊經營 Facebook的粉絲團 然後 所以 這就是他現在的粉絲團 反正就是第一個首頁的頁面 那他主要 他的工作室主要就是在做指甲 就是說光療指甲這類的東西 雖然我一個男生 然後其實趙克姐我一直很矛盾 但我覺得總共妹妹去講一些東西 其實還不錯吧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這邊 就是這應該是今天早上的那個吧 的人數吧 其實才338的 然後也是就這樣朋友拉拉拉 然後同學分享分享 然後可能有的時候看到不錯的東西 就試著幫他下一步告出一些測試 可能熱量都不會特別大 然後其實也是希望出於他是自己的工作室 希望能夠就是這樣比較直接性的方式分享給大家 然後 所以接下來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是我從阿菲就是Facebook上 因為它是以後文 它是以後文 然後我幫他從他的 就是說 項目裡面去抓下來一些圖 然後分享給大家 這樣 然後因為為什麼會先放這兩張呢 就是因為這兩張 我有下廣告 然後點擊率還不錯 然後轉換率呢也還不錯 然後那是客人的實作的 就是客人的指甲 客人的手 對 那 如果有興趣加上一個 現在就可以加了 對 然後 呃 不好意思 請教一下 那個 是 叫我叫自己 呃 這叫美女 喔 美女 對那個 高音大嘛 對不對 你知道這個在畫什麼嗎 畫指甲 畫什麼紋路你知道嗎 千秒 千秒 誰說的 太好了 因為我應我妹妹的要求 我一定要 一定要 一定要 然後 大哥 因為這個 因為 對 大哥就是 這是什麼 那這個是 紫原油 就他說紫原油 就是我在那個 沒有死皮的那種 對對對 之類的 好 然後 我實在是 我覺得我講這個實在是很怪啊 然後我也是 這位堂 就 好然後我們再繼續接下來看一下 所以 應該畫得還不錯 因為我妹妹她覺得她對於那個 指甲彩繪是相當 她覺得她自己相當在 可是其實也才犯言多 她學 她是有興趣 所以做事情還是要有興趣比較好 然後 簡單介紹一下這幾個東西 這就是 呃 我也不知道這什麼 反正她說 什麼相愛的風格啊 你懂嗎 然後這個是 可以看得出來就是她在畫銀河心嘛 就是一種星空的感覺 然後那個是 就 就點點嘛 然後這幾個文章呢 這幾個文章呢 這幾個文章呢 可以看到左上角 不是這個文章 這個圖其實 它是一個 我覺得非常有意思 因為我看到她寫的時候 我就覺得我一定要幫她發 而且這寫好像是今天她來上的文法 這個東西是因為台 高雄這邊有一個 那個叫什麼 那個叫什麼 對 然後呢 她就是 她沒有去做禮拜 但是她很喜歡那個地方 所以其實高雄是這樣 然後她去的那個地方 然後我不知道她裡面有沒有 因為我沒有特別有印象 她裡面有沒有那個玻璃的那個帷幕 然後她就做了一個 類似那種玻璃透明那個 會打光起來那種玻璃帷幕的感覺 然後我看到實體 其實真的還滿漂亮的 所以 呃 如果有興趣女生啦 但是那也OK 有興趣跟 就是想要做指甲也好 或者是想要 跟她有 有一些更多的互動 就可以上她的Facebook 我的意思是說 呃 呃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她上 對 對對對 因為她有一個人在高雄 大家可以來交朋友 你要單身嗎 呃 應該單身吧 對啊 我不好意思關係那麼多 雖然這樣有點沒責任 好 沒關係 但重點就是說 可以上她的Facebook 有問題可以問她 她是自己的工作室 然後那個view非常爆 然後 如果你們有興趣 可以跟她多交流一些東西 因為她很喜歡做的東西 她手做的能力非常強 然後她也喜歡 呃 她也想要後續很小 開咖啡廳 所以她也會去學那些東西 她也已經學了 那 當然如果有興趣真的可以跟她多交流 她是讀應該是行銷系吧 可是她做的事情完全沒有跟行銷相關 而且我還在幫她做行銷 我是化過戲 哈哈哈哈 然後好 所以 這張圖也是我覺得特別可愛的 就如果我站在一個韓式的角度 我就 覺得這張 這張那個化國鬥牛犬畫的特別好 然後實體真的 就讓我很驚豔 對 然後這邊我有打算幫她想後告 這樣 因為可能 就是 還不錯啦 那 所以 大家可以 上她的Facebook 再次選擇上她的Facebook去參考一下 那最後我講一下 我 來到這邊 以及我這一路以來的 所有的夢想 或者是今天的夢想 就是 我想要達到粉絲團的人數 五到五百人 我希望今天在座的各位 可能不到五十個人 但是如果你們伸出你們的手 幫我按下那個很簡單的讚 其實就可以達到五百人了 減少我們在創業者的金錢負擔 我就不用幫她下廣告 她下一次就會來這邊再跟大家分享 說不定她會給大家跟各位遊會 我不知道 謝謝 再來就是 我說了 我就想要給妹妹一個 不只是物質條件的贊助 就是我就站在這邊 我有焦點卡 所以我在這邊我就不用花錢 YES 所以雖然我沒有起到 除了做高體力五八年 我好久沒做 我覺得很痛 就是 唉 沒關係 然後再來就是 同樣站在這個地方 就是為了跟有夢想的夥伴 一起去學習 分享 跟互相支持 因為我剛剛說的三個觀念制 我是什麼都不會 但什麼都要學 對 然後再來我一定要再發握 會的東西都分享 所以只要有問題 加拿大整師團 沒家也沒關係 有問題找我也可以 找不到我就問月亮 她一定找不到我 對 對 那 我是王立 然後我的QR Code在這邊 對 忽略這些東西 可以加入我們的粉絲團 然後把人注重到我們百分之間 就很感謝你們了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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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很期待 我們把石紙 送給我 謝謝大家 我的 是